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e 今天大家可能看到只有我一個在 原因就是兩位拍檔都忙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pre-recording 所以我們可以在我們平時的時間 都可以播給大家看 這邊其實也是的 暑假的時間都各有各忙 因為始終會有朋友、親戚過來 這邊探討我們 就像我自己一樣 早前就是我爸爸媽媽 再早前我們有些親戚 現在的親戚其實是在這裡 待會的 這個暑假都很熱鬧 所以就 變成了今集 就是只有我一個去做這個題目 可能會比較有關的 因為主要原因就是 我們今集會講 關於就業的情況 如果以我的個案來說 這個就很適合 大家可能是回流 或者是想移民的人 因為在我們的個案 我們三個 Ben 我和Derek Ben 因為很早那時候已經來到 所以其實他所面對的 就業的問題 可能相對是 新的移民 就會不同的 況且Ben 他本身的專業都很專業 所以變成 可能會跟我們 即是香港一般的人 可能 打斥治療工 或者各方面的 會有些不同 Derek 在這裡是不用做的 所以變成 他在這方面 可能是那個 經驗 就未必可以和大家分享到 而我呢 就簡單說說 我其實就在2018年 那時候 一月那時候 就回來了 其實簡單來說 我回來之前 的兩個月左右 其實我又在這裡 停留過大約一個月的時間 當時其實最主要 就是 因為當時的家人 還在香港 所以其實都是 以一個探路的心態 就是去 運工 而當時 也是很幸運的 因為當時 我在這邊的大學同學 裡面 就有一個 就是 都是跟我 可以叫做 類似的行業 都是發展商 因為我在香港 都是做發展商銷售的工作 所以 這邊其實 整個環境 規則都是不同的 但是 始終是相關行業 所以 就叫做 可以 都有機會 通過他的 網絡 去 見過一些 發展商 一些 市場銷售公司 稍後 我會講解 多一點 就是在我的個案裡 情況是怎樣的 那 那 其實 一個月裡 都約了 有好幾個 都是 他們都好 而且 這裡 可能是 比較 如果這種形式 這樣去 去介紹 通常都不會 好像香港 那麼 荒蕪 就是 上公司 約了 面對 老闆 去見 那 我的經驗 都是以 咖啡 酒店 喝杯咖啡 他們很想 了解一下你 因為 對他們來說 始終 我在這邊 因為我 走了很久 所以 在工作方面 和一個 新移民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所以 這些 介紹的 這些 朋友 其實他們都想 認識一下我 知道我在香港 其實是做過什麼 轉而 再看回 他這裡 譬如說 現在的公司 架構裡面有沒有 一些適合 或者可以 類似的 因為 而我 其實 最終 我當時 就入了一間 銀行公司 銀行公司 銀行公司是什麼呢 如果 做這行的 朋友 地產界的朋友 幫地產商做事 會知道 其實架構 尤其是香港 因為它 比較大規模 一些 所以其實在 人手方面 和部門方面 他們是 很完善的 很有制度的 但這邊 就不同的 因為做這行 所謂發展商 其實大大小小都有 而小的發展商 它就不會 請那麼多 in-house的人去做 所以譬如說 很多 比較細型的發展商 都會聘請一些 project marketing公司 這些公司 其實是由 頭開始 譬如說 發展商 它買了一塊地 開始 整個 鋪牌的計劃 銷售 做網頁 做樓書 做一個sales launch 幫它請人 在售樓處 這裏叫presentation center 它整套 其實 那個 marketing公司 都會提供的 當然它都是收回一個 費用 以及它是 以每一個sales的 percentage 那個 commission 來去計算的 所以這裏 是一個很common的做法 當時也是 請我找公司 因為它本身 都是一間 白人為主的公司 而大家都知道 其實Vancouver 都是有很多 中國人 尤其是 國內來的人 有很多 其實都是 接觸地產 這一方面 都是 因為這件事 在過去十幾年 其實都 價錢 升得很好 是賺到錢的 所以很多人 都是想 進入這個行業 那時候 所以 變成了 有這個機會 回來 因為始終 英文 普通話 溝通的方面 都是問題不大 所以 那時候 在 一百年前 就 叫做secure 到份工 就回來 在這裏 而 當時給我的 一個感覺 就是 因為我都見到 十份工 就是 見過那些人 不是說是見工 那感覺就是 其實他們 可能是這一行 但是我想 在加拿大 都是 他們都 比較重視 一個叫做 Canadian experience 就是你 有沒有當地 在這裏做過的經驗 就是 顧問你在香港 可能是 做到一個 中層 或者高層 的職位 的位置 可能因為 那個 experience 或者對的人 都是不同的 可能很多公司 都會 prefer 有 本地經驗 但是 好像在我的 case這樣 因為可能 language方面 是有一個優勢 在這裏 因為 其實這裏 我發覺 很多人 譬如說 他 可能是 英文好 譬如說 外國人 或者是 出生的 土生 那些 英文當然好 但因為 亦都有很多 顧客 是 國內大陸人好 香港人好 所以 是有一個 second language 所以 這件事 就 令到我有 這樣的機會 可以進入這個行業 都在那裏 因為它 都是一個 試驗的性質 所以 大家 半年時間 左右 去看看 那個 成效是怎樣 但是 不可能 因為 我回來 2018年開始 其實這邊的樓市 就 不像 之前的十幾年 升得那麼旺 所以 變成了 有很多的項目 可能都是 on hold 我都 在那半年時間 其實 在那間公司裡 都很努力 想找到多些生意 但是奈何 即是 談過了 譬如說 有一些 國內 尤其是 我處理的就是 一些中國人 或者是國內的 顧客 他們都會 去不同的 那間公司 去 取經 也好 打架也好 那 可能 那個樓市 其實他們都是觀望態度 那 因為 跟那間公司 那間公司 是千半年弱 成效不是太大 所以 結束了半年 就沒有繼續 那 我都 走之前 都幸好 因為我在這裡 有去Church 我Church 那裡其中有一個教友 當時 因為大家都在 Downtown那邊上班 在Vancouver Downtown 大家出來吃飯的時候 我又跟他 說我情況 那 他就說 不如你有興趣的 你發一個 訊息給我 因為 似乎我老闆 他是做移民公司 移民官民公司 他老闆是有興趣去 請一個 好像你那樣的人 你的背景的人 你會不會有時間 見他 那 因為那時候都差不多 去到 那個市場公司 那個 合約的 差不多完 那 我都 當然想去試一試 那 就 給了我的resume 給我的朋友 我的教友 然後就很快 就約到去見 那個老闆 也是 香港移民過去的 所以 某程度上大家都同聲同氣 還有他 因為當時他 雖然是移民公司 但是他有一些 property的東西 他是想發展 殺一個新部門的 所以就覺得我 之前來香港的經驗 這裡的小小的經驗 都很適合他 那很快 大家達到共識 那 就 當完了之後 就轉去那裏做事 那其實 其實 當時都OK 的 因為很短時間 又和老闆 一起去 business trip 去見一些 property的 projects 那 因為當時他 焦點是想 不是說 加拿大樓 反而是美國那邊的 一些物業 但是 好景不常 因為他 移民那邊的生意 就出現了一些問題 變成他要剪判人 剪判人 剪判人 那 因為我不算是 他們的 call business 所以很快 在三個月 就 沒有再拼用我了 那 其實都有一段時間 我想是去年 八月左右 那當時我就 剛剛家人來了 沒多久 那 沒辦法 因為都要接受現實 所以都 但是都很感謝家人 都很支持的 還有那段時間 就真的很多 多了時間 就是叫做 大家叫做 頭一個 一個長假 因為 你在香港其實你 你回這麼久 你沒什麼機會是 可以 放一個長假的 那當時我也一直 繼續去 找工作 就 有些part time 的opportunities 都有去做的 我也嘗試過 是 有事工 在電台那裏 做一些中文的新聞 那 當時就 最終他就沒有 吸 就是取納我了 因為 之前走過 就是聽他這麼說 之前走過 他就回到那個position 那裏 所以他就沒有空缺 那也是在 地產那裏 也都是做過一些 part time job 那就是在商場那裏 那裏 就有一些project 去講解 那裏 那裏 不是permanent的 所以都經歷過 但是就 因為我做marketing 那裏公司的時候 其實都很幸運 其中我一個客人 他本身 兩仔爺 都是國內來的 他們就有一個project 在大溫地區以外的一個地方 那裏公司 今年就開始 現在九年 就準備開賣 其實他之前一直在做一些準備功夫 所以去到19年頭 就是那幾個月 我們一直有keep contact 最終他也有一個時間表 就告訴我 你不如過來聯絡新年之後 就正式隔離公司 那我也感恩 因為這個對我來說 也是一個好的機會 相比起之前 譬如說我做在香港 或者在澳門 我也是澳門做過的事情 都是叫做一個部門裏面的 其中一部份 即是一間公司裏面的 其中一個部門的一部份 但是相反在這裏 譬如說做這個project 他就不同的東西 除了銷售那方面也好 建築那方面也好 或者其他東西 我都會接觸到的 所以對我來說 反而是一個得著來的 都很感恩 就是有這樣的機遇 所以在我那個情況裏面 其實都不是容易的 即是說年半 都叫做轉了三份工 所以我把我的經驗 分享給不同的朋友 因為確實是 我想在我這年半暫時的 一些observation的觀察裏面 有幾樣東西 第一 其實加拿大相對來說 我在這裏 我看到有幾類 不要說外國人 比如說移民好 或者中國人好 有三類 第一類 就是 四類 其實 第一類就是 好像我爸爸媽媽那些年紀 即將近七十歲那些 其實很久之前已經移民在這裏 在我們社會那裏有很多參與社會的活動 一些比較年長的老人家 也有一些 我想近這十年會多的 就是國內一些比較高質素的移民 因為其實我現在住這區 基本上我的鄰居 大部份都是講普通話 但我又很少見到他們 真的需要上班 因為 有很多 譬如說 當我是 那個階段 譬如說 找工作的時候 其實我都有時會 送 接送 我小朋友回學 放學 也看到有一些 很年輕的家長 他也是這樣做的 即是不用做了 是吧 爸爸也好 媽媽也好 他們喜歡什麼時候去職業 就職業放就放 可能那些已經有一大塊錢在這裏 那種 第三種 就類似我這個case 或者一些回流的人士 可能在香港已經有一個物業 來到這裏 不是說不用做探世界的 都是要找工作 都是要賺錢去支援家庭 一些年輕的家庭 這些我相信是香港人比較多些 這一類人也盡量接觸主流社會 因為英文各方面都不是問題 你見有錢的那班 其實他們活在自己的世界 可能我現在住在這裡叫Richmond 是很多華人的地方 有大陸來的 有香港來的 有講廣東話 有講普通話 反而是大部份 是多講普通話的 譬如我們去餐廳吃東西 去超級市場買東西 其實他都會先跟你講普通話 證明這個市場是多過 比例我差不多 但主力消費的那班 應該是講普通話的那班 第三類人 好像我這樣 來都是要繼續做事 要繼續找工作 而第四類 他呢 就是 我想從口音那裡聽到 就是一些可能是做一些比較 labor intensive 譬如說是做茶樓櫃面 做一些建築 這些他會是講廣東話 但是有口音廣東話 你一聽就知道 就不是香港來的 可能是 中國 南部 廣東省 移民 來做事的 叫做 Blue Collar 那種 以我這年半的觀察 我看到 有幾類 就算是中國人 也有這幾類 那 以我們香港人 因為我相信 看這個頻道的 我相信大部分 都是香港人 講廣東話的 而有興趣 是關於 聽就業的 其實大部分 可能情況 都是跟我一樣的 小朋友 是未出身的 可能是剛剛 讀 elementary school 小學 要繼續賺錢 繼續養家 延續香港 那個生活 我想 有幾樣東西 要提 我想 做一個 心理準備 也是好的 因為我在 香港 準備移民的時候 其實都嘗試過 去找一些 網站 這裡有一個 大的網站 叫做 indeed.ca 裡面 是有很多 不同類型的 工種 是很細緻的 但是 有心理準備 就是 因為 始終我們都在海外 譬如說 當時我在香港 那 我發了一個 CV出去的話 其實 是沒有 reply的 不要期望 好像 譬如說 大家的心態 就在香港 你在香港見工 你可能在網上 在CNP 或者在哪裏 你看到 有一個 Ad 可能 適合你的 那你傳過去 不用很久 我想最久 可能兩個星期 就會有人來公司的 HR 會帶電話給你 去約 見面 這裏 我想我會針對 新移民的情況來看 你在自己本身的地方 譬如香港 這樣說 你這樣傳過來的話 其實 有人回覆你的機會 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如果 是有心 還有 真的要找工作 做的話 可能 好像我這樣的情況 真的要花點時間 過來這邊 譬如說 如果有機會 這裏有朋友 可以有些 介紹的話 那這當然最好 這裏也是 這邊和香港 我想幾大分別 就是 這裏很多時候 找工作 都真的要靠referral 一個朋友介紹 就有效過 你發出一百封信 因為 其實我當時 大謊說 一百封我沒有 我想 五十封 怎麼都 不少得過 有一些 簡直是這裏 大的發展商 因為我當時 這樣想 我在香港 都做了十幾年發展商 我的經驗 其實一定夠 已經去到 中高層的 職位 但是 沒有 很現實 人家 不 價值你 在香港 的經驗 可能 你說得 頭頭是到 但是始終 沒有一個 track record 所以 這件事 要有心理準備 有心理準備 就是 來到這裏 搞移民 找工作 什麼做 可能都要一段時間才能找到 因為這裏的 pattern 就是 它通常聘請你 很多工作 和很多人經過 都是 它每一聘請就 就像香港那樣 就permanent full time 可能會是 以一個 part time的形式 譬如說 我們這一行 有一些 part time的形式 就是慢慢慢慢 build up 你那個 credibility 之後 如果真的 有些 full time position 才會 consider你 這件事 可能 香港的人 會很不習慣 因為 香港 習慣了 你不找工作 你一找工作 就是 full time job 尤其是 去到某個階段 又不是說沒有讀過書 又不是說沒有經驗 那為什麼 要打散工呢 那 這裏那個 事實的情況就是這樣 還有 亦都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我自己 我覺得自己是很幸運的 起碼都可以叫做 入回自己那一行 但是有很多人 我所知 其實來這裏 它 會轉行 但是 我覺得這件事 是ok的 如果你 覺得 移民 其實 在其他的網站裏 其實有一些 香港人都有說過 而我也很認同 其實移民 是你叫做人生的下半場 那 這件事 其實 為什麼不 嘗試給自己有機會 嘗試其他事情 可能是因為環境 可能是因為 某種原因 沒有辦法 令到你可以做回自己 之前的老本行 但是 其實 譬如在香港做事 是不是個個都 很喜歡自己的老本行 這樣 也未必 我覺得 與其是這樣 不如有機會 去接觸其他行業 還未上一件好事 就像我 那時候 中間未找到 現在這份工作的時候 其實中間 譬如說 電台 因為那個電台 很有趣的 它是由 搜集資料 寫稿 錄音 其實這件事 三件事都要做 那 如果我繼續在香港 我自己和自己想 那時候 如果我繼續在香港 我根本沒有可能接觸這行業 但是來到這裏 因為我是講廣東話 那是中文電台 講廣東話電台 因為我是講廣東話 我亦懂中文 變成了 我就有這個機會 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其實都可以嘗試 所以 我又覺得 其實這件事 也不需要氣餒 這裏世界很大的 來到這裏 不是一定要做回自己的行業 不過 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 這也是我自己親歷的經驗 你會期望 在開頭的時段 因為我現在還是 叫做開頭的時段 我的薪金 只是減了大折 不可以和香港比 即是 香港你賺10萬8萬 可能這裏是賺到2、3萬 其實 某程度上 也不是真的那麼差 因為這裏經常一句說話 就是說 這裏 人就 未必會發達 但是 不會餓死你的 因為 也有很多 社交資源 可以幫你手 譬如說 俄乃金 如果你有小朋友 或者各方面不同的資助 都會有 相對來說 就 不算太差 當然 如果你咬著 銀馬上 跟以前不能比 這樣 這樣 你一定要接受現實 因為這裏 其實某程度上 你 銀馬上 你永遠都沒有跟香港比 香港相對來說 它賺錢的能力 銀馬是高很多的 但其實香港 如果大家細心在想 其實你的洗費都不少 尤其是你有小朋友 當你一個正常的中產 你要供樓 小朋友上學 幸好的 有些學校就不用錢了 大部分的 可能去到中產的 都是讀直資 或者國際學校 有課外活動 補習 其實你加起來 那些 其實都不剩下很多 很多人 除非你有投資 這件事 另當別論 但我講一般 的大公仔 例如說 好像我這樣的案子 在香港其實 都存不到錢 好老實說 來到這裏 叫做 找到 自己本行 都是重新學的 因為其實 手勢各方面 都是完全不同的 那 生活 就 簡單一點 我可以這樣說 簡單一點 下班時間是準時的 9點 上班 5點就下班 很少 好像香港 OT 文化 你嘗試不離開 通常都會繼續留在這裏 有事做好 沒事做好 有事做當然要留 沒有事做的 都要假裝有事做 做到他離開 你才離開 很多人都是這樣 不是每個人 這裏反而沒有 因為這裏比較著重家庭 尤其是有小朋友 大家都明白 我還記得我當時 做貿易公司 我的同事 他的組織 簡直是 7點 放3點 因為他三點之後 他就要去接小朋友放學 然後要照顧 因為這裏始終 很難請工人 而你請到也很貴 而且 不會像香港那樣 24小時貼身 他們都是做8個小時 所以 幾件事 還有些甚麼呢 嗯 對了 剛才說過 都要預了 對了 我想有一件事 不過這件事 我相信 宜德文的朋友 應該都可以的 那就是 因為 始終有一段時間 要叫守 所以 如果你預 當你是 有一塊 back up的錢 是可以 維持到你大約 一年至一年半 的生活 洗費呢 包括 租 即是你未買的話 未買地方 你就租 租 吃 電 電話 上網 還有甚麼呢 還有 還有 車 如果你是 不是買的 租車 這裡有 有錢 現疏 等等 等等 如果你 即是要計算 要計算 要預算這塊錢 所以 你 因為你中間 找工作的時間 你其實就是 即是叫做 要有些reserve 那麼 變 即是有這樣的安排 就會好 我明白的 即是每個人 可能 他去找工作的 經歷 或者 他的 最終 找到那件事 可能都會很不同 即是因人而異 我覺得這件事 但是 有一個planning 我覺得 是 對大家都會好些 這個是一個 比較realistic 的一個 assumption 因為這個是 我自己親身經歷過 我也想將這件事 和大家分享 所以 是的 移民路上 其實 這件事 應該是 大家 說 去外國 可能一樣 其中 最擔心 最擔心的問題 因為你吃 你住 其實溫哥華 是很好的 吃你不需要擔心 不習慣 吃西餐 我相信這裏的中餐 可能分分鐘拍得住 甚至是好過香港 買東西 或者各方面 其實都 這裏都有很大的環超級市場 你要有的東西 其實 香港有的東西 這裏都有的 基本上 那 其實 食住 各方面 應該 在這麼多北美城市 來講 是最容易去 去 去融入 當然 如果你說 你要去一些 比較多西人的區 那 你又真的 可能會有 cultural shock 但如果你 譬如說 因為始終 這裏比例上 應該是 加拿大 這裏 和多倫多 會比較多華人 所以其實 在一些 譬如說 朋友去想移民的話 其實這件事 就不用擔心 反而 很多人會想 就業的情況 就是賺錢 那樣東西 這是理解的 所以 今集 就比較短一點 因為只有我一個人 但也希望可以給大家 有一個 就是 也知道我的故事是怎樣 從而 你去 去 想這件事 那時候 其實 OK的 我覺得整個過程裡面 我也有很多得著 變了 大家去想移民的時候 都多一件事去參考 或者去考慮 有很多人可能覺得 這不是問題的 其實 每個人 去一個新的地方 很簡單 你一個 譬如說 國內的人 他去香港 他以前去香港 完全沒有做過事 他來到香港 是不是即是 立刻可以找到工作呢 除非 他有一些 特殊的 關係 或者各方面 但是 以一個普通人來說 其實 都 就算大家都是中國人 都未必是一件 這麼容易的事 何況 我們現在去 一個 叫外國一個地方 別人的地方 所以希望大家 聽完這集之後 都有所得著 我不是 不鼓勵大家 我覺得 這裡是有好處的 有好的 尤其是有小朋友 有家室的 其實這是一個 很適合 很適合 家人 一起成長的地方 但是 都明白大家 有不同的事情 要考慮 所以 希望這一集 在就業那裏 可以給大家 有少少指引 希望 都可以幫到大家 在決定的時候 這件事 究竟最真實的 那面是怎樣的呢 今集 講到這裏 好嗎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OK 拜拜